他十年前比范冰冰还红,跟baby撞脸似双胞胎,当红时却嫁给丑男,说到女演员杨雪,可能很多网友光听名字一点都不熟悉,但说几部他主演的电视剧绝对能勾起大众的回忆, 他就是电视剧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中那个大反派江玉燕,这部十几年前的电视剧曾风靡一时,精良的制作放到现在来看品质依旧能打,杨雪出生于1980年的北京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99集,跟其他许多演员一样,杨雪早早的接触到了演戏, 21岁出演都市爱情剧《非你不可就担当》陈坤,林心如,在剧中出路锋芒,2002年得到香港导演的赏识,出演了TVB剧血剑宣言戏中与郑少秋,汪明泉等众多TVB演员搭戏也毫不畏惧,2004年,与佟大为主演电视剧《蝴蝶飞飞》,饰演中小硬一角,逐渐被观众所熟知, 两人在剧中饰演情侣超有CP感,2005年由王晶导演,张卫健,谢霆锋,杨雪,范冰冰等主演的武侠剧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中,杨雪在里面饰演的是江玉燕,一个因爱生恨,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择手段的女人, 当时追这部剧的时候,每次看到江玉燕,就会对她恨得牙痒痒,虽然不喜欢这个人设,但是不得不承认,杨雪的演技真的超级棒,现在的范爷在当年的剧里演技可能完全被杨雪封头,盖过,杨雪在25岁时,就已经主演了13部电视剧,完全是现在的当红小花级别, 跟许多不走寻常路的女星一样,杨雪也选择在当红时隐退结婚生子,本以为她找的老公一定跟电视剧男主角一样潇洒帅气,但实际她的老公却被公认成丑男,杨雪老公名叫赵海,别看人家颜值一般,但是却是十分的有才华, 她是有名的设计师,曾经担任过多部影视剧的美术设计,两人于2009年的元旦那天领证结婚了,不仅演技过硬杨雪颜值也非常能打,前不久的一张照片更是引起热议,一张带着皇冠的写真照,被不少人认为是Angela Baby,把两人的照片放一起对比,几乎是傻傻分不清楚,1980年的杨雪比杨颖大九岁, 不少网友称,她俩更像双胞胎姐妹,在网上看到一些言论,说Angela Baby是照着杨雪来整的,不过后来发现,有的照片跟Baby超级像,有的就不是很像,不过整体来讲还是很神似的,现在的杨雪,结婚生子后过着平静的生活,一心照顾老公孩子,过着完全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显得特别幸福。